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23日 星期五 時間過得很快 已經到了7月尾 夏天也開始了 兩三個月 算是 兩個月 最近就是英國 英國的天氣變得很熱 因為有熱浪 正如藍絲屈永賢所說 這裏真的沒有冷氣 所以這裏有時熱起上來 真是相當難受 所以 奉勸藍絲千萬千萬不要來英國 這裏沒有冷氣的 熱死你呀 千萬不要來 這一節就是要講講香港的其他新聞 講這個楊村十二勇士 以及這個 楊村守護者之前 也是要講另一則新聞 其實也是不幸的消息 我知道 說出負面消息 大家也沒有興趣 但是也是新聞 也要講幾句 先講蘋果 蘋果日報 四個高層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他們的 保釋申請 全部被國安法法官 蘇惠德 全部拒絕 現在四個 蘋果日報的高層 全部都需要繼續 還押 所以香港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 外國要制裁推動國安法 的相關官員 我認為 一定需要將國安法的那些所謂指定法官 全部列入制裁名單 這件事必須要做的 因為這班國安法的法官 根本完完全全不是在做法官做的事 他們在做的事 是人民法院做的事 換句話說 他們在做中共治下 的人民法院 做的政治工作 跟西方世界讀普通法 西方文明讀回來的那些法律 是封馬牛不相及 所以我們真的看不到任何理由 為甚麼不把國安法指定法官全部加入制裁名單 我們接下來一定會主張這樣做的 我們一定會 寫信 給美國國務院 大家記得做這件事 寫英文信 把國安法指定法官要求他加入 制裁名單裏面 我又想說一點點 就是昨天 就是 前日 正確來說 就是721的集會 英國這邊也有相同的集會 根據我們的 報導 我們的手足兄弟的報告就說 這個集會就是 叫一些很奇怪 的訴求 我聽到也嚇了一跳 竟然是說應不應該特赦 香港的警察 坦白說這件事 簡直我覺得簡直是 就是 在侮辱 就是梁建輝先生 我不知道那個集會為甚麼會無端端走出一個這樣的議題 但是現在那個 英國的集會 現在竟然是有些出乎意料 令人難以想像的 努力竟然可以走出來了 這個就是我為甚麼有時候覺得 太多不同的組織搞集會 我們也免得去推介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在跟大家說 在倫敦的集會 多數的那些組織我們也有聽過 再去到那些組織我們沒有聽過的集會 我們會建議大家其實是不要去的 當全世界在說怎樣去對付中共 怎樣去包圍這個港共和所有的幫兇 為甚麼你會無端端竟然可以爆了一個 主題出來是 研究怎樣特赦警察的呢 我真的聽到就是一頭無水 你怎麼對得起現在那些被控的人呢 其實你怎麼對得起死了的人呢 你只是蘋果日報四個高層 現在被國安法 還押 需要入監房 你怎麼對得起他們 他們 他們現在就是被人無限期 關押 你還研究怎樣特赦警察 你沒事吧 我不知道前文後理 為甚麼會無端端有個這樣的討論走出來 我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 如果看到這樣的議題 即是一定要 即是一定要向你say no 講了四分鐘就是其他新聞 跟大家說回 今節的主題就是羊村守護者 以及羊村十二勇士 其實還有一個 我沒有寫在標題上 因為太長了 就叫做羊村青道夫 話說就是這群黑警 國安 我真的完全看不到 為甚麼會在這個時候 應該討論怎樣特赦這群人 我們現在應該討論怎樣對付這群人 不是怎樣特赦這群人 換句話說 現在英國有些集會 竟然出現反祖現象 甚至乎做的事 比起2014年的香港的佔中運動 還要更加 就是 交化 這件事坦白說 我是完全不接受的 香港應該要走的 路向是怎樣跟英美 西方世界合作 要建軍才對 甚至乎是參軍 建軍 怎樣圍堵中共 你竟然跟我搞特赦 特赦 香港警察 你真是不可以讓我們的手足兄弟聽到這樣的說話 他們真是憤怒的 先講講報導內容 國安公署在22日 昨天 拘捕香港語言治療師總工會 就是五位理事 那是甚麼原因呢 他就說這個會出版了幾本漫畫 羊村守衛者 羊村十二勇士 還有羊村青道夫 說他們這些刊物就是 煽動性刊物 另外這條憤腸 國安處李桂華 這個高級警司 這個人 這個絕對需要列造就是頭號打手 這個人 你說開個集會 我們研究怎樣跟英美一起對付他 我們很樂意參與 你跟我說你搞個集會 跟大家討論怎樣特赦李桂華 我只是想跟你說四個字而已 就是粗口來的 這裏不說了 如果你覺得 我說粗口有問題 請你聽聽李桂華做了些甚麼 李桂華的憤腸就說 抓了這五個李時 說他們搜了550本刊物 還要凍結了這個工會 16萬元 說他裏面的內容就是在拍攝 12港人的案件 目的就是要製造仇恨 對小朋友灌輸反政府的思想 甚至乎還要說這些東西是令人發指 為甚麼會利用他們的專業去做這些東西 出來學人教人做專業 現在連出版漫畫都說你煽動仇恨 灌輸反政府思想 這件事其實已經到了一個地步 比前蘇聯還要更加過分 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不如現在再搞集會 研究如何特赦李桂華 我又很想知道到底 香港人會不會找你去示威 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 畫漫畫 做任何影射的東西 都會被控煽動刊物 這個跟我們早前的預測 當初 在 通過國安法之前我們已經知道香港就是會把每一樣東西 都說你犯法 現在他們正在做 現在每一樣 文匯報 大公報攻擊過你 說你是黑暴 美化黑暴的東西 他全部就當你是罪犯 換句話說現在是徹徹底底就是思想入罪 所以我們當初知道 被文匯報大公報追擊過 例如本台 例如我們搞過 這個 反自動當選運動 當時《文匯報》和《大公報》也都追擊過 本台 兩位主持 我們知道 通過國安法其實他們一定 就是用盡這些辦法 說你不是煽動 說你違反國安法 所以實際上 流亡 真的是 正確的選擇 我們只不過是猜不到 連一個這樣的漫畫 他們都可以強硬說你是有煽動性 裡面有甚麼煽動性呢 裡面 坦白說 就算他真的影射 12港人 然後出到公海 被你的狼 被拘捕了 說你的狼會吃羊了 狼吃羊有甚麼 有甚麼煽動性呢 原來狼不會吃羊的 如果那麼有煽動性 為甚麼你不倒轉做呢 你的煽動性更強 你說那些 黑衣人是蟑螂 要打蟑螂 你那個仇恨和煽動性 你香港警察 自己是不是做得更加多呢 這些事情真的是令人發指 但是我不見到李桂華說 大家不如投票吧 我不想去研究 是不是 我不想 我覺得不投票的結果也很清楚 我不認為會有人想放過李桂華 覺得應該 放過李桂華的人呢 不好意思 我當你是藍絲 你完全對不起 那些 犧牲了性命的人 又或者現在在牢獄裏面的人 又或者曾經受傷的人 又或者其實已經流亡了的人 你也對不起 記者追問問他有沒有看過 問李桂華有沒有看過《動物農莊》 《動物農莊》裏面就是 大量 和暴力有關的東西 說怎樣 動物 反抗人類的統治 李桂華自己就說沒有看過 他說沒有看過《1984》 又看過《動物農莊》 被問到那個書籍和《動物農莊》有甚麼分別的時候 回答到含糊其池 自己也不知道在說甚麼 實際上動物農莊 以我所知裏面的情節 絕對被這個所謂 楊川十二勇士 以及楊川守護者 很明顯是嚴重很多 現在是徹底進入文字獄的年代 早前也不算厲害 現在 走到今天 我覺得這個事件 又是一個標誌性 另外更加可怕的事 大家真的出過 Facebook Post 隨時可能會被Line 坦白說 香港的新聞就是一定是那麼差的情況 如果你要問我 我依然也是覺得 如果可以離開香港 就應該盡快離開香港 現在香港那種瘋狂的地步 可能真的要重新去評估一次 到底 即是8月1日打後 那個離境的狀況 即是現在 有機會的情況 其實是比想像中更惡劣一些 現在這班警察 即是濫權的情況 已經到了 徹底失控了 所以你說會不會無端端封關 不讓很多人離開香港 這個可能性 其實就是增加了 我希望可能在未來 我們本台 升旗易得道 作為一個 新聞媒體 我們也會考慮 我們考慮而已 現在我們考慮就可能會真的 可能會去嘗試一下舉辦 參與舉辦 一些未來的集會 因為我不想再參與集會 去研究如何特赦警察 這個就是期望 即是可能在英國 跟大家再聚了 我們今節先講到這裏 我們下節先講一下話題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 以及幫我們點擊廣告 手動點擊 再用無限loop大法播放 我們今節先講到這裏 拜拜 拜拜